嘿!又來到我小丑雞配SUN STUDIO 今天我們說什麼呢? 今天我們說COLA抄襲事件 昨天看到有朋友就在樓下留言 說不如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我也是昨天看到這篇東西 我也想說一下 我們今天就首先說一下發生什麼事 之後就說一下自己的看法 也是一樣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這裡就說了 有Afterclass的粉絲就說COLA那首新歌 Level Level Lane的封面 抄襲Afterclass之前出的那首歌 要為今天回憶的封面 有Afterclass的粉絲就覺得 畫面上兩者都在草地上 還有有一張梳化 成員也堆在一起 但Afterclass四個女生 坐姿比較端莊 而COLA八個女生就比較跳皮 這個星夢Friends 除了在群組是狂軍COLA 說他們擺明抽之外 也以狗帶形容對方 更加在討論區攻擊對方的年紀 尤其是COLA最大的成員心靈 他們就說了 Afterclass隨便找兩個加起來 都小過見35歲的大媽 或者說 對啦 整群COLA像Afterclass的媽媽 這樣他冷嘲熱奉COLA的成員 說他們欠缺青春氣息 而COLA的朋友就覺得 在Afterclass的粉絲 趁機在這裡博宣傳 有些我看到已經懶得理他們 可能已經看淡了這件事 因為覺得整天都有這些炒作 就懶得理 有些就說 有草地梳化就是抄 接著也有說 你不要說有眼耳口鼻也叫抄 那件事就差不多是這樣 主要都是兩邊的粉絲互鬧而已 那不如我講一下自己的看法 對這兩個封面 那有沒有涉嫌抄襲呢 對了 那些攻擊別人的年紀 其實我覺得很無謂的 我不是只講Afterclass的朋友 任何一個人去攻擊別人的年紀 都是一件很無謂的事 就是誰說 去到這個年紀不可以做女團 就是你那個思想太狹窄 你接受不了更多不同的事情 接受不了變化 才會這樣去說別人 還有 如果你的偶像 去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是不是你也是會這樣說他呢 那如果說抄襲的話 我覺得要定義一下 什麼叫抄襲先 因為呢 我自己覺得 起碼要六七成次 那就叫抄襲了 就是那件事 或者那個封面 那也是一樣 這些這麼爭議性的話題 都是 只是 歡迎這些理性的人一起討論 如果你不足夠理性的話 你可以先行離開的啦 那我們開始吧 那在這個封面上面 不如我們說一下元素方面先吧 因為元素方面 是最多人覺得是有抄襲的嫌疑的 首先大家都是有一片的草地 亦都是有一張梳化 而他們坐在一起 我覺得坐在一起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 沒有東西找東西來講的 這個真心覺得 這些封面 即是你不是聚集在一起 就是分散棋的啦 即是那個元素也是差不多的 那Color之前已經有一張 是他們平排跑分散棋的啦 那另外一張是聚集在一起 又有什麼問題呢 那梳化那裡呢 就是 就是說抄襲嘛 其實他們兩個用的物料 鋪的那個梳化的物料是不一樣的 帶出的感覺都是完全兩回事來的 我覺得 因為呢 Color的梳化呢 可能是一些木紋的感覺 橫間木紋的感覺 是有一點點原野一點點的感覺 那Aftercast的梳化呢 就鋪了一層是雪紡 類似雪紡或者沙的一個物料 就鋪在上面啦 感覺整件事是 一些斯文一點點 或者是 優雅一點點的感覺的 那草地方面 你可以說 草地一樣的 那最多就是這個元素一樣 但是我覺得P-E-E-SAN出來的感覺 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先說一下為什麼不一樣的 那如果Afterclass那邊呢 我覺得它整個感覺 你看到它們坐在一起 它們是坐得很斯文 很端莊的 另外呢 你看到它後面就是鋪了一層雪紡 因為它真的坐著那個梳化 然後草地就很多很漂亮的花花 很鮮艷很漂亮的 你會看到整個感覺 是很像一個後花園 就是一些很有錢的人 那就是後面 家後面有一個大花園的後花園 然後還值一些溫室小花的感覺 那而COLA的封面呢 就感覺是真的比較野外一點 就是一個大自然感覺多一點 還有就是一個大草原 或者是一個木林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它表演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它表演的感覺是 就是好像一個世外桃園 而不是一個是後花園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表演的手法 那個環境的擺設是不同的感覺 而COLA 它們就是一群女生 它們那個表情動作 感覺方面 跟After Class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說了COLA COLA是可能會 就是有一點點跳皮 有一點活力 有一點活潑的感覺 然後它們雙方可能互相疼疼 就是你看到IB Show又在不知低高的腳 不知做什麼 就是它們是會有一種忘我的境界 它們真的有一種 看不到其他人的了 只是活在自己世界裡的一種感覺 而After Class 我覺得它們就會是比較斯文 坐得比較端莊 你會覺得是比較優雅一點 那當中它們就 你整個感覺 它們會對著你微笑 整個感覺是溫柔 優雅 去呈現出來的 所以當中它們的感覺 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它們呈現出來的手法 即是你會看到 After Class 會對著我們 即是可能對著鏡頭 去微笑 即是對我們有一個互動在這裡 但是Color的話 就是已經是處於一個 忘我境界的了 已經是 即是 當我們的觀眾如無物的感覺 那另外呢 再說一下用色方面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很沉 其實我這樣說 但是 說到抄襲 就是逐樣去分析一下 那用色方面 After Class 就是一些粉紫 一些是 夢幻一點點的色系 一些粉紫 粉藍 粉紅色 一些少女味很重的色系 亦都有一種感覺 是斯文 或者少女感 多一點的感覺 而Color那邊的用色 主要就是用一些 可能淺藍色 綠色 湖水綠 一些顏色 去呈現這個圖片 而他們衣裳上的衣著 是會比較色彩繽紛一點點 而After Class的顏色 那件衣裳的色彩方面 是會比較一致性一點 他們的色系 色彩是會一致性一點的 而Color的顏色 就是繽紛一點點 我覺得Color 就會想帶給別人一種 很歡樂、很歡樂、很開心的一種感覺 即是一種活力的感覺 我們說完它的整體感覺之後 我們說一下一個 After Class 和Color 他們衣著方面的分別 其實你只看 你也知道是有分別的 我們說一下 After Class 它的風格 是比較田園風一點點 而Color那邊 其實我不是太清楚 他們是在做什麼風格的衣著 整體感覺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是偏向日系風格 多一點點的 是用日系不同風格的元素 去拼湊而成的一個穿搭的風格 最後我們說一下 後製方面 我看到 Color加了很多小飾物 頭頂的東西 都是後製的小鳥 他們都會拍完照片 再去後製一些更加有趣 令到整個封面會更加有趣味性 而相對上 After Class 它就會比較小後製 主要都是他們的Logo 或者是他們的名字 在背景方面 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應該一看 都看得出是有分別的 是不是 那我們這次就說到這裡 如果你有不同的見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律理性的溝通 我都無任歡迎 另外 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就可以再見了 記得我要見到你 拜拜